另外再带你看到花莲市民代表会市政总咨询的议程 在21日是进入到了第三天 那么由市民代表黄达翔、江如令 以及这个胡仁顺、韩林梅等四位代表轮番上阵 那么对花莲施工所提出了多项敬言 花莲市民代表会市政总咨询议程21号进入第三天 首先由市民代表黄达翔进行咨询 他针对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还有扶植青年创业等问题提出了建言 那因为现在在疫情期间讲实在话 假设他以现在经营的模式 他可能用原来的人事成本、水电成本、种种成本下去 可能赚到的还不如之前 那就是希望说我们工所的部分能够提前准备 如果以目前的零确诊的方式如果持续延续下去 当然对我们花莲的我们也要想办法来提升我们花莲的经济 因为毕竟很多店家他已经入不敷出了 对几乎都在关店状态的有很多 如果我们对于一些好像我们现在提出这个巷弄创业家 不止当然不止这些 就是说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店家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讨论或是来做一些协助 市民代表姜如玲 这是针对辖区内人行步道妥善安全还有财政收益的问题来提出意见 你所有的议算里面通通没有编路 要如何去整建所有的人行道 所以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你只有编列路跟维修标线 还有路面的AC路面 还有普普坑坑的 就是没有编列人行道的费用了 来这是中原路的 中原路已经快到南宾了 来再看一下 这个你看杂草重生 而且已经看不到我们的人行道了 来 而且人行道天然的自己画中心线 这个地方你们为什么 你们都没有察觉到吗 这次的议题来对市长来讲是轻而易己过关 那表示说你这个阳关市长做得很好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市长 虽然你的任期到明年 我也希望说你能够把所有的科室主管散景发条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很用心的在花莲市政这个区块 让所有花莲市民观光客来到这里 十一住行都能够住得安心 吃得快乐 走得安心 走得安全 好不好 市民代表胡仁顺则是针对学区周边交通安全网 还有住宅的防火安全提出的观点 国风国中 坦白说是我们花东区的最大的中学 即便是学校来做学生下课的分流 国风国中的校门口 还是非常的危险 消防分队 设在国风街21项 如果发生消防救护的时候 其实如果又遇到上下课 根本动弹不得 完全没有办法来去开出一个维生的通道 校园的这个交通问题 我想有三个面向 除了刚刚提到的我们学子的这个 徒步上课的这个方面 还有脚踏车上学这个部分 那还有我们家常行车的这个部分 除了靠号制 靠学校的教职员老师 来去做指挥之外 我们公所能够做些什么 学生的安全 融得下我们这些大人怠惰吗 对于这个火灾防灾的 这个住警器的这个议题 给予肯定 我想我们未来也希望说 我们家户都能够至少 要装一个住警器以上 那我们也要做强力的宣导 最后是由视频代表韩临梅进行直询 她除了关心花莲市的客家活动发展 也针对友善视觉障碍患者等相关的安全议题提出看法 有没有更适合的地点 可以跟我们的市长来建议跟讨论 我们要推动我们的客家文化 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我们这个是小而美 真的走不出去 所以有没有办法去规划 比较像样的 比较有规模的一个地点 来争取经费 来做得更有声有色 才能够跟我们的这个临近的吉安乡来比较 要不然我们会感觉到 吉安乡他们的这个客家文化的推广 真的就是略胜我们 前不久 我去参加这个视觉障碍福利协进会的一个这个街牌 结束之后我突然发现 这复籍路上的人行道居然是破损到这种情形 这是视觉障碍的办公室 但是每天这些人必须要经过这个坡坎 然后再走上去 然后下来的时候再走下来 你有没有很想要去帮他把这个 这个人行道去做 去做改善 然后让他们能够在上下通行的时候有没有 真的不用像各位科长一样 这样子受惊害怕 对于代表们的提问 公所相关科室主管一给予回复说明 同时表示 只要是施工所管辖和能力范围 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要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这位徐立群华联市报道